据台湾媒体报道,艺人景荣和女友蔡依林交往6年,今日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的婚姻观很传统,认为婚姻就是要天天贷婚戒,官夫姓,夫妻财产共有。 据悉外传,蔡依林的身价高达20亿元台币,约合人民币4.3亿元,如果要和景荣共享财产是否能过得了财家父母那一关,还是个未知数。 当景荣提出财产共有想法后,受到了部分网友的炮轰,不过对于财产共有的说法,景荣在16号澄清原意并非如此,英文中文的表达能力有限,导致受访时造成了误会。 其实本来要表达的意思刚好相反,他近日正好有认识的台湾同事结婚,听到有些华人婚后会共享财产感到很意外,实际上他也觉得夫妻财产应该互相独立。 看来景荣真应该好好练一下中文了,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啊。